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法廣6月11日報導說 中共的《反外國制裁法》總共16條 毫不掩飾對抗基調 是一步威脅外國不要制裁中共的法案 與其說是法律條文 給人的感覺更像是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的講話 中共的制裁措施包括不予簽法簽證 不准入境 註銷簽證或驅逐出境 查封、扣押、凍結在中國境內的動產、不動產 和其他各類財產等等 報導稱 該法案顯然是針對歐美而來 但從中共歷次反制的結果來看 中共無法阻止歐美國家繼續製出制裁 例如中美貿易戰最激烈時期 中共曾宣稱對美國以牙還牙 但最終無法繼續對等反制 不得不向美國求要 它被拒絕 而中共因為新疆問題對歐盟的報復性制裁 更是毀掉習近平去年12月底 與歐盟苦苦談判達成的中歐投資協議 讓中方得不償失 澳大利亞適利科技大學教授 馮崇義對自由亞洲表示 中共採取以牙還牙的方式應對外國制裁 往往高估了自己的實力 習近平有時候是自己將自己騙了 認為他們真是這麼強大 對於這項法案 親北京的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教授 黃剛宇聲稱 中國過去既沒有經濟實力 亦沒有政治意願使用法律手段 報復美國的制裁 如今兩者皆有 《反外國制裁法》通過後 日本共同社記者在6月10日 中共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提問說 改發是否會影響中共和一些國家的外交關係 對此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 這種擔心是完全無必要的 然而 外界對於這項法案將產生的負面影響表示擔憂 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對路透社表示 中國似乎相當匆忙 這樣的舉動不利於吸引外國投資 或者安撫越法覺得自己是政治棋局犧牲品的企業 香港普行律師事務所吳壯輝也表示 那些希望在中國做生意的外國公司 可能發現中共監管當局將對他們在當地和外國的商業行為 進行更為嚴厲的審查 專研國際法的美國霍夫斯特拉大學法學教授 古舉倫告訴自由亞洲 他認為 法案不會阻止美國政府的制裁 針對的其實是外企 他說 這是向外國公司發出的一個強烈信號 若你遵守美國的制裁措施 中國政府可能對你採取行動或起訴 古舉倫以HMM等外國廠商禁止使用新疆強迫勞動棉花為例 未來這些廠商若加入抵制甚至只是發表聯合聲明 面對的不是只有社交媒體上的攻擊 還可能違反中國法律 反外國制裁法會導致外資企業在中國的處境更加惡劣 可能會加速外資撤離 不過在社交媒體上 很多網友對此表示熱烈歡迎 有推特網友發推文說 中共剛剛通過了《反制裁法》其實影響挺大的 這個法律規定了任何人同組織不得配合外國對中共的制裁 同時必須配合中共對外國的反制 這個法律對於跨國企業的影響尤其大 假如某國制裁中共時 該企業如果配合就違反中共法律 不配合就違反制裁法律 擺明是迫外企撤離 也就是會導致脫勾 中國民主黨主席謝曼君認為 中共通過《反制裁法》 跨國企業唯一出路是逃離中國 這樣將加速中共國經濟崩潰 有網友將《反外國制裁法》形容為《雜腳法》 指中共的制裁會不斷增強世界孤立和對抗中共 還有網友說中共《反外國制裁法》實施 在閉關鎖國的路上繼續狂奔 和中共做生意的外國企業 和在中國的外資企業可能會被玩殘 裏外不是人的日子 只會逼走更多外資 內循環只是信號 什麼時候《人民日報》哭自力更生 那就是你逃離的最後窗口 更多網友熱議 越嚴厲越好 中美沒有交集 讓兩頭佔便宜的公司必須作選擇 還有網友說二選一選邊站 模糊戰略過去式 全面脫歐進行時 沒想到最想要的脫歐 竟然是習近平替川普辦了 好好加速甚好 本次的《紳士國庭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